亚洲美食节现场的活动也吸引了两位堪称厨王级的人物 职业在现场为观众展示拿手绝合好菜 这里是纽约时代广场亚洲美食节的活动现场 那今天下午呢有一场顶级的厨艺展示在这里进行 分别是由呢来自纽约的法餐名厨David Bully 他的餐厅呢多次在纽约市被评为餐厅的第一名 那么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日本的中华料理大师Yuji Wakiya 那他呢被称为料理铁人 今天下午的厨艺展示由他们两人共同出演 下面就让我们继续一起开开眼界 David Bully是纽约顶级厨师 Zagit在1991年曾做过7000人的调查 多数人都愿意去Bully的同名餐厅吃人生的最后一顿晚餐 他本人也是第一位在80年代将法国饮食新风尚带进美国的厨师 他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牛肝菌黄金蟹汤 中华料理名厨Yuji Wakiya现在日本东京赤板和横滨拥有四间餐厅 自己是13本烹饪书的作者 现在年近六旬的他曾在40岁时货办日本皇室御厨 他今天为我们现场烹制了Hihihitaki Chicken和Spicy Torto Noodle Wakiya还分享了今天与Bully先生的合作感受 亲唐人记者李大宇松声话纽约采访报道